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一聊印度 印度经济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人口还能成为印度发展的红利吗? 这些年很多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也很看好印度 一是印度有人口红利 二是印度属于英联邦国家会说英语 能更容易的融入西方社会 还有一个是印度经济增长非常快 这几年GDP增速已经超过了中国 觉得印度的后劲更足,成功可能性更大 怎么看待印度的发展潜力呢? 需要客观的分析一下 首先说一下,印度的人口红利 在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 印度的青年人比例确实是最高的 目前中美两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在36到38岁 西欧国家是45岁,日本是48岁 那么印度是多少呢? 印度才只有25、6岁 更可怕的是,印度有一半的人口是在25岁以下 有65%的人口是在35岁以下 从年龄段上说,印度确实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年轻人的占比最高 年轻人的占比越高,说明消费能力越强 制造业的后劲就越足,国家的经济就越活跃 而且最近几年,印度的GDP走势确实实在连续创新高 经常达到10%左右,而我们目前已经回落到了6% 这更加证明了印度是大有希望的 真的是这样吗? 大量的年轻人口就一定能够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吗? 可能未必 去年印度GDP增速从8%附近突然降到了5%附近 而我们的GDP依旧保持在6.2%的增速 印度又开始落后于我们了 大家要知道印度的GDP是含有大量水分的 我国的GDP里边很多是不济的 比如农贸市场、私有房产出租、网店销售、个体户的销售等等 都没有计算在GDP的产值里 印度为了竞选的需要 在2015年2月,印度宣布了新的GDP算法 把羊粪、牛粪都折合成了肥料计算在GDP里 这就造成了汇职人口的牛粪GDP 修改后的计算方法让印度一跃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就为莫迪竞选获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去年印度经济增长是2.5% 西班牙实际增长是2.9% 韩国和荷兰增速都在1.9% 加拿大和英国增长是1.5% 法国增长是1.3% 日本增长是1.1% 德国增长是0.4% 意大利是负数 印度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仅次于我们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去年大家过得都不好 除了中美的发展速度依旧保持稳定 其余的经济体都出现了衰退的现象 今年就更差了 去年印度有个新闻 印度铁路系统招聘6.3万个搬运工清洁工 这么简单的工作岗位 结果印度竟然有1900万个应聘疯狂强这些岗位 而且这些人普遍都拥有大学学历 这样的工作招落比例居然达到了300比1 竟然比我们招公务员比例还要高 这现象说明印度失业率太高了 根本没有办法消化掉这么多的年轻劳动力 容纳劳动力主要依靠的是第二产业 就是制造业 但是印度的制造业严重落后 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劳动人口 这就造成了印度失业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印度能不能学习中国发展制造业呢 会非常的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正好赶上80年代 这么容易国家的产业转移 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 可能有人会说 我们的制造业是血汗工厂 但问题是吃饭才是第一等的大事 如果没有血汗工厂 大量的人口失业 社会就会出现问题 甚至动荡骚乱等不稳定的因素 看一看去年西方国家的黄马甲运动 就会明白就业率对一个人口大国有多么重要 可是印度它已经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 第一 错失了80年代的机会 中国已经成了制造业的巨无霸 以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 印度根本没有办法和中国进行竞争了 第二 目前中国也在进行产业升级 中国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产业也要向外转移 可是印度去年拒绝了RCEP 全称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是由东盟师国在2012年发起 当时邀请了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还有印度共同参加 也就是十加六经贸协定 印度为什么拒绝呢 他给的解释很简单 害怕 因为一旦加入区域经贸合作协定 印度将面临进口激增 没有足够的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工业界就担心 来自中国的产品会融入市场 如制品行业将会面临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激烈竞争 钢铁和纺织业 它也需要进行大量的保护 又想吃到发展的甜头 又害怕自己受到合作伙伴的伤害 所以印度选择缩回去 国门庇护猛发展 害怕不应该成为理由啊 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 面对的困境比印度并不少 当年我们的国企破产倒闭的比比皆是 正是因为诸多效率低的国产破产才产生了许多高效益的民营企业 中国的经济才焕发了活力 印度害怕其他国家低价工业品冲击国内市场 但拒绝的后果是什么呢 制造业的转移将不会进入印度 会大量的去多盟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越南制造业腾飞的原因 还有个原因 就是5G来了 人工智能已经走在了路上 人口红利还是红利吗 我们国家新闻里经常能看到某个工厂 大量采用工业机器人代替人工 某某银行大量削减人员 某某饭店传菜员都用机器人来替代 我们应该感谢80年代的血汉工厂 是我们赶上了最后一次工业化的机会 错失了就是永远 工业化是我们有机会赶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 而印度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印度大量年轻人不会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 相反可能会成为印度社会的主要问题 大量的年轻人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来源 政府怎么解决 再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能容纳这么多人 人工智能已经来了 劳动人口已经不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了 在2016年 印度有议员提议 让印度也走上计划生育的道路 随后有100多名议员联名上书 要求进行投票表决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 这项提议仍然只停留在口头上 印度的人口增长依然在高速的狂奔 越穷越生 越生越穷 国家的人口固然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 尤其以后不断的科技发展 印度有60%的人口从事的是农业生产 可印度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国家 每年都有印度农民破产自杀的消息 贫困是笼罩在大多数印度人身上的必然宿命 再加上印度套油的种姓制度 印度全国有几百种千七百怪的地方语言 复杂的民族矛盾 民主制国家特有的派系林立 打着各种民族的旗号 打着各种声明组织的活动 正进一步撕裂着本来就不同意的社会 一个无法稳定的社会又加重了经济的负担 印度自古就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邦国林立的地区 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本质意义的国家 后来因为英国的知名才成为了一个国家 在基因里早已经埋下了动荡的种子 所以印度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